从德国首都柏林出发 搭着两个小时的车 来到位于德国东部的德勒斯登 公车来来往往 开车两分钟就能抵达德勒斯登机场 台积电来欧洲设厂地点 就选在萨克山邦的首府德勒斯登 圈地面积有大约52.7公顷 而确切的位置就选在古东Boss的厂区对面 护国神山台积电欧洲第一站就在这 控地虽然杂草丛生 但监控系统早已上链 去年八月台积电董事会拍板 预计斥资1236亿 加上当地政府的1740亿补贴 一共重砸将近3000亿 成立欧基电ESMC 台积电持有七成股份 汽车零件供应商博士 半导体供应商英飞林恩智浦 各持10% 台积电赴德勒斯登设厂居民乐见吗 中文字幕提供应商博士 在德勒斯丹的民众看法不同 但会选在这里不是没有原因 聚焦车用晶圆代工的欧基店 距离特斯拉柏林厂区车程两个小时 德国身为汽车大国 B&W 宝石捷和福斯工厂 车程也只要一个钟头 邻近在这里 车程是一分钟的旧庄老城温布拉 也曾是博士公司的员工宿舍所在地 这里有没有可能成为台积村聚落 外界很好奇 根据了解台积电早在半年前 就已经开始招募德国厂区的相关人才 而选材条件也包含在德国工作过的台湾人 而现在也已经有在台湾进驻的餐饮品牌 即将要来这里场刊 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欧洲车用晶片供应链 那么以上就是民事新闻 叶维香郭南宏 在德国德勒斯丹的采访报道